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摆着一盘水果 有黄有绿 有大有小 您看了 都是柠檬 那么这些只是我们在市面上 比较容易买到的三种柠檬 其实在我们国家 柠檬品种已经多达几十种了 有一位特别爱吃也懂吃的朋友告诉我们 说这个黄柠檬适合做菜 青柠檬适合做饮料 但是不管是做菜还是做饮料 柠檬都是越酸越好 现在我依次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我估计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表情来判断 到底哪一种最酸 我们从小的开始 来 还可以 能接受 刚刚说了 黄色的柠檬 又有点酸了 上劲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青柠檬 我咽一下 可能是我对这个酸味比较敏感 特别是这个青柠檬一入口 表情管理就失控了 好了 各位 此刻在贵州省的望摩县 也正在举办一场吃柠檬的比赛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他从广东省的惠东县 跑到贵州省望摩县 他去种柠檬 追求的也是这个字 什么呢 酸 到底有多酸呢 咱们到现场 去感受一下 这里是望摩县 位于贵州省南部 隶属于前西南 布衣族苗族自治州 在这里居住着布衣族 苗族 瑶族等19个民族 其中布衣族占63.7% 每到节日 他们就会穿上绚丽的服饰 再歌再舞 用自家酿的酒 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让人眼前一亮 大家都好奇地凑过来看热闹 大家准备 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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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智海为了推广她的青柠檬 专门举办了这场吃柠檬比赛 蔡智海的柠檬最大的特点就是酸 很多参赛选手都败下阵来 有两个人却杠上了 能拿几个吗 吃几个能拿几个 那你能吃几个 他能给多少我能吃 好 你左右能吃一个就剩一盒 大家加油 加油 我要点上十字 这该死的胜负欲 就算酸得呲牙咧嘴也要吃柠檬 是不是很酸 但对于蔡智海来说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要让更多人知道 妄模青柠檬越酸越好吃 柠檬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 有很多柠檬美食都深得人心 柠檬茶 柠檬凤爪都是当下的时尚美食 但有一个关于柠檬的致富秘诀 却被蔡智海发现了 他的青柠檬就是凭借这一点 卖到了三十元一斤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他的柠檬园看一看 非常酸 第二呢 它皮又薄 而且呢 它又四季开花 四季挂挂 所以它厂量又高 在妄模种柠檬 蔡智海还是头一份 人送外号蔡柠檬 蔡智海并不是本地人 2017年 他乘着东西部协作项目的东风 从广东省惠东县 来到大山里创业种柠檬 广东跟贵州就是结对协作 然后其中呢 惠东跟妄模就结成一对了 一个东一个西 然后三隔千里 因为新一轮的东西部协作 我们就相知相似走在一起 在广东省惠东县 不仅有成熟的柠檬种植技术 也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广东人爱吃柠檬 广泛应用于粤菜和茶眼中 据统计 广东平均每年 要消耗约六千万个柠檬 蔡智海在广东时就种柠檬 也有成熟的销售渠道 可刚到妄模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首先和当地人语言不同 习惯不同 就连找个工人都费劲 可对他来说 创业最难的 还是缺乏基础设施的问题 一开始来到这边 这里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收住的 我满山的这个柠檬 好简单 就一张床 一个杯子 一床被子 一个大人 人这个什么都无关仅有 关键的是 我要考虑的是 究竟柠檬能不能长成 柠檬都没收益 那来这边什么也不是 蔡之海先是种了50亩柠檬 可由于土壤贫瘠和缺水的问题 柠檬苗死了很多 到底能不能种成 蔡之海心里没了底 就在他打退堂鼓的时候 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他 山里有个宝贝 可以帮助他种好柠檬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 这个山后 之前来到这边 一点都不习惯 开着开着投楼鹰 会有危险吗 很危险 我们这里都是风化土 风化石 你前面再开车 后面石头 稀里娃娃这样 再滚下来 在贵州的大山里 人际罕至的地方 有这种类繁多的野生资源 蔡之海 到底找到了什么宝贝 成就了他今天 种植4600亩柠檬园 母产值达15000元 带动200多种植户 共同致富的好成绩呢 马上大 这个就是我们找的野柠檬 好小啊 这个修正它是没长大 还是就这么大 野柠檬它本身就这么大 当初能找到这些野柠檬 就相当于找到保障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了这个 我们的柠檬 能嫁接这个来作为 一柠檬嫁接之后呢 柠檬它的生长 既被这种 在当地比较有这种特性 你看 汁也多啊 油也多啊 皮又薄 酸度又很高 没想到 嫁接了野柠檬后的 妄模青柠檬 不仅适应性更强了 酸度也更高了 对于柠檬来说 越酸越值钱 蔡之海等于找到了宝藏 这个我们当现在调查 就是在我们南北盘江 都有分布 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 资源的大海的一个调查 它这个野生事件 就说明我们这 可能是柠檬的一个起源中心 所以有这个柠檬 存在的话 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适合 就特别适合柠檬的生长 蔡之海不仅找到了野柠檬 还发现当地人 早就有吃野柠檬的习俗 原来在当地 人们喜欢把摘回来的 野柠檬倒成汁 夹在点豆腐的酸浆里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久煮不烂 还带着淡淡的清香 据当地人说 野柠檬的生长 在旺摩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种植呢 野柠檬多吗在长着 平时你会去摘来吃吗 不要 那野柠檬长在那儿 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没人捡 那为啥没人种呢 以前没有人来这边开发嘛 所以没有种 就是你们也不觉得 种柠檬能赚钱还是什么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望我本来就拥有 得毒后的柠檬种植条件 就是因为缺乏种植技术 和销售渠道 让产值高的柠檬 成为最不起眼的野果 其实柠檬市场潜力很大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 维C之王 耐储存 口味百搭等消费特点 都让柠檬的销量与日俱增 尤其是在东部市场 这里大商出去 首先是走出我们这个万摩 因为还在广东比较大 我们人口比较多 你看我们深圳 两千万人口 广州两千万人口 一人一个那就没有了 就想把我们万摩的柠檬 通过这里种植做好的品质 销售到我们广东 惠州去 有了东西部协作项目的支持 销路不用愁 采质海愁的是山地改造的问题 它将引进的柠檬品种 游历客和当地的野柠檬进行嫁接 柠檬树不仅很快适应了当地的水土环境 产量也很高 可是山上颇多地少 又缺水 想要成规模种植 就要花钱进行改造 刚来都是荒山 然后没有什么水电 没有路 这些都是要靠自己 这边的地市它处于山比较多 所以你种每一颗柠檬 你又跑到山顶上 就每一颗柠檬的水 又从山上拉条管跑到山下面去 这边又干旱 那碰到这个问题 刚好当时来种也是个夏天 我们每天晚上就公司 工人他都不去加班 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不去 没办法 只能我们几个人自己每天晚上 粥水粥到天亮 联系半年我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在山上种柠檬 我们可以达到成活率是99%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山上救水 就到天亮 蔡之海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将行走都困难的山坡 改成梯形良地 不仅如此 还引进了先进的喷灌设备 用水肥一体的浇灌方式 同时解决了干旱和土壤贫瘠的问题 眼看柠檬树越长越好 蔡之海却越来越发愁了 原来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过大 远远超出了蔡之海的预期 前期准备的七千万元已经所剩无几 而柠檬要三年才能上市销售 接下来维护的费用都成了问题 像我们潮商人 只有你选择出来创业的 没有成功你是不能回去的 因为这个至少是作为潮商人创业的一种精神 在2017年我又出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跟我爸爸找过去 我直接就跟我妈说 你不用找我 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就回来找你 所以我到现在我来到这里 有时七个凝头没回去 蔡之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 在种植柠檬这件事上 不回家还花光了钱 2019年他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决定扩建一千八百亩柠檬圆 这件事成了压垮他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妻子跟他离婚了 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远在家乡无法照顾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 蔡之海仍然心如刀角 我对这两个女儿我一辈子都愧欠 做再大现在就没意义 梦想想得很大 但是化成太痛苦 我这些话我好久好久 我想找人说 但我不知道找谁说 没有一个人能理会到 我总不能跟我妈说 我总不能跟我妹说 蔡之海坚持扩建柠檬圆 是为了让妄模柠檬 能够承接更大的订单 毕竟有规模 有产量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站稳脚跟 2020年第一批柠檬丰收了 因为品质好 客户很认可它的高山青柠檬 订单价格达到了6元钱一斤 果子正在陆续地采摘 却突然运不出去了 本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欢迎的状态下 我们的果子出来了 所以是非常兴奋的 那恰好这个时间 就碰到疫情 那个时候我们本身这里 具备的条件也不是很成熟 也没有什么冷酷 也没有什么出加工 这些硬又硬不出去 所以在那个时间 我们就同队商量了之后 一定就是又延伸它的产业力 一定又再出加工 后续再做生加工 又不然呢 我们没有这种市场的一个抵抗能力 后续会非常危险 望着堆积成山的青柠檬 蔡志海下决心建加工厂 可此时他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没钱了 然后经常开到半路吃就没有也没钱加油 然后就会打电话给潮州的朋友说 快点给我 不敢说有什么 就说给我来个三百块还是五百块这样 有时候吃饭也是 接二连三的困境 让蔡志海始终无法回家面对亲人 每当烦闷无助的时候 他就会到好兄弟 罗法匠的家里蹭饭 罗法匠这个人非常好啊 他在这里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因为我来到这里呢 一开始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 所以他相当于是我的方医 有的时候经常是没放车 都经常跑到他家里面吃饭 特别是红林挂节 让我们有家的温馨 有家的温暖 罗法匠 望摩县浙乡镇人 他家以前是贫困户 一家老小的生活 都靠他捕鱼的微薄收入 在撞柠檬以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就打鱼啊 就像今天这样打鱼是吧 那打鱼收入高吗 到冷天就没有了 冬天就没有鱼 到冬天没有鱼怎么办 那时候就找人工作啊 有就做没有就等啊 自从蔡志海建起了柠檬园 罗法匠就在园里工作 每个月四千元的工资 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慢慢的 他和蔡志海也成了兄弟 他带着蔡志海去参加各种不一族的活动 让他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这种融入 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也为蔡志海日后建起的加工厂的用工问题 做了很好的铺垫 不一族的话你已经学会了吗 慢慢在学 因为跟大家在一起 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嘛 都会变成自己的家人了 那你会说什么不一族的话 柠檬怎么说 柠檬啊 那还会什么不一族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 还有吗 这是什么 酒不开车 没过多久 东西部协作项目 为蔡志海送来了500万元的帮扶资金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加工厂建起来了 为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做好了准备 为了提高鲜果道加工厂的运输效率 还建了一列轨道小火车 像我们之前 如果是按人工来背的话 一楼大概是30斤 平均一个人一天背不到90斤 像我们目前几分钟就有4000斤 几分钟就有4000斤 蔡志海根据不同市场 不同客户的需求 将青柠檬分为四个级别 分别是一级 二级 三级和次果 对于柠檬来说 最受鲜果市场欢迎的 是125克的一级果 也是卖得最贵的 奶茶店最喜欢的 则是性价比高的二级果 而最大的和最小的柠檬 则是最不值钱的 经过这么一分级 柠檬的产值提高了不少 之前就是说 桶化基本上都是批划上来拿的 常规也就是5块钱 筛醒了之后 它这个价格它就卖得很高 像我们一级果最高 我们是可以卖到16块 二级果我们常规 都是卖8块钱左右 那这样算下来 产值提高的能有多少 产值提高的 满个必须 分级让青柠檬 卖出了好价钱 可同时产生的问题是 剩下的大小不一 品相不好的次果 该怎么办呢 蔡志海想到了榨汁 他还主动将柠檬汁 送到饮料厂去推销 一个国内一线饮料品牌 对来自贵州大山的青柠檬汁 产生了兴趣 但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他们想要酸度在4%以上的柠檬汁 而普通的柠檬汁酸度 一般在2.5%左右 如何提高柠檬的酸度呢 蔡志海赶紧向专家请教 可专家却说 我们这里山好水好 柠檬本来就比较酸 因为我们外面这个特殊的气候环境 以及我们年平均气温也比较高 年纪烩量也比较 热量也比较丰富 我们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柠檬 品质非常好 经过我们检测 高的可以达到6.4% 大部分都是高于其他产区的 柠檬酸的含量 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么只需要注重提高 青柠檬的品质 酸度自然就会提高 在专家的指导下 蔡志海开始在柠檬园里种草 这在当地也是少有的做法 这一刻很多老百姓都觉得 我把草除干净了 一颗草都不留 然后我们这个柠檬才长得更好 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 这种种植理念 是不太相符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种的 这个柠檬果园 下面这个有让它自然生一点 种一点草 然后这样可以起到保持一点水分 然后经过慢慢的 多年的这个营养积累 慢慢就转化成了肥料 蔡志海再次将柠檬的酸度提高 柠檬汁酸度达到了6.4% 获得了市场的青睐 大批的订单分之踏来 其中也包括来自东部的采购商 我是广东惠东人 你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也是因为我们广东惠州 惠东的县政府 因为这东西不协作 让我们招商引资过来这边 经营这边就是帮扶这块的水果 这么好的柠檬你都卖到哪 我们是会卖到广东 还有远海地区 江浙 上海 北京等等的一些城市 然后这个高品质的 会卖到30块钱左右一斤 通过东西部协作项目 望摩柠檬设立的销往东部市场 酸掉芽的柠檬卖出了好价钱 无产收益达到了1万多元 带动着当地200多种植户 走上了一条甜蜜的致富道路 可蔡志海还不甘心 有一段时间 整天带着大厨鼓到柠檬 原来蔡志海还研发了 柠檬冻干片 柠檬啤酒等 深加工产品 他想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歌舞 拔河等有趣的活动 做旅游项目 所以就让大厨开发出了 一桌柠檬宴 有柠檬鱼 柠檬鸡 柠檬炒饭 柠檬汤等等 用旅游带动柠檬销售 也让柠檬宴成为所有来到望摩的人 记忆中的味道 有了东西部协助 它从质金上 修售上 技术上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所以让我们更具有这种市场竞争力 让我们对这个农业更充满信心 更有信心把这个农业做下去 在东西部两地共同的努力下 越酸越值钱的望摩柠檬 终于走出了大山 走出了共赴路 汇东 望摩 两线 绝对认亲 东西协作 让蔡志海这样的新农人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更有了坚持梦想的底气 他们带动着农户增收 将从前不起眼的野柠檬 变成了独具特色的 望摩柠檬的新产业 也为望摩农业 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好了 各位 今天的共赴金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